登登 無味熊 汽車冷氣濾網 現在打開來看它裡面有什麼 這是做什麼用的呢 去除車內甲醛的味道 煙味 美味 食物味 寵物味 家裡有養小狗的呢 其實車上就可以裝一個 常常在車上吃東西的呢 也很需要 在車上抽煙的人更是需要 我們現在要拿去車上來做一個安裝 它長什麼樣呢 很簡單 其實裡面就是這樣 簡單兩片 這個空氣 濾網 那我們現在要來去安裝囉 GO 好 現在到我的車這邊 那 我的車的型號是G30520i 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用什麼 只要是G30型號都是同樣的 方式來做更換 那我們現在 來看一下 要怎麼更換 好 第一個就是 安裝的地方是在 手套箱下方 先鬆開兩個 可以用手動旋轉的螺絲 手動旋轉的螺絲呢 只要用手輕輕的 逆時針旋轉 它就會鬆開 鬆開之後 把整個底板卸下來 那注意的就是這個底板呢 是 你要用力的拉扯 因為後面的地方 它是會卡在車架上 對 那再來呢 也就是說你要把 那個照明燈 腳底的照明燈的這個 電線拔除 拔除之後 這整個底板才能完全鬆開 這樣不然就會把 電線拉斷 對 那現在這裡就是 兩個螺絲所在的位置 那給你們參考一下 還有這個是 底座的 底座電燈泡連線的位置 好 接下來呢 就要準備 T20的新型螺絲 所以呢 這個T20的新型螺絲呢 這是必要的 沒有這個T20的新型螺絲呢 你就沒辦法鬆開 冷氣濾網的蓋子 那冷氣濾網的蓋子呢 你在下面找一下 有螺絲可以鬆開的地方 那因為這裡太暗 所以沒辦法 沒辦法拍攝出來 那之後呢 我們就到這個濾網的部分了 那濾網的部分呢 我們先把它拆除下來 拆除下來呢 你把它兩個卸下來 那我們就等一下 來跟原廠做一個比較 原廠跟富 跟五味熊做一個比較 那五味熊這邊呢 是下面的這一排 那上面的那一排呢 是原廠的濾網 那我在現場算過它的濾網的皺褶 在五味熊這裡呢 是總共有30層 可是在原廠這裡只有23層 那通常呢它的皺褶越多 也就是它可以通通過之後 會碰到面積越大 那所以說會有更好的 那個 接觸的面積越大 所以可以留下更多的髒空氣 那現在在安裝的部分的話 我就是 其實它就是直接把 五味熊的面板 就直接把它放進去 那重點就是這個Airflow的部分 也就是Airflow的部分的話 就代表風向 那記得這個箭頭的部分 是要朝向車頭的部分做安裝 也就是Airflow的這個箭頭 是要朝車頭的方向來做安裝 那所以呢 只要當它安裝上去 其實它只要直接放上去 原本的孔洞裡面 那基本上就安裝完成了 所以呢 這裡就是做一個安裝動作 那其他的動作 你就是反過來做 就可以把它再重新裝回去 那一切是還蠻簡單的 除了角度上比較複雜以外 就這樣